明天就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正式拉开序幕的日子了 昨晚在主会场鸟巢 张艳谋协主创团队和全地参演人员们 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开幕式彩排 时间拉回2008年的夏天 一曲我和你心联心同住地球村 让全世界都记忆深刻 一幅和谐美好的地球村景象映入眼帘 简单质朴的歌词伴随着舒缓的旋律 道出了奥林匹克精神 以及北京奥运会所倡导的 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理念 同时也将东西方文明融合在了一起 如今14年已过 北京冬奥会的脚步愈发临近 开幕式即将再次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 张艳谋也将再次担任总导演 这不禁令人期待 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将会如何呈现 又会有哪首歌曲传唱至世界各个角落呢 此前面对采访 张艳谋就曾向记者透露 不同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时间会相对缩短 演员数量大幅减少 他将把艺术表演自然地融入到流程和仪式中 呈现出简约而精彩的特点 同时高科技的加持 会让开幕式人少而不空 饱满空灵又浪漫 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工作组组长王宁透露 这次冬奥会要展现几个主题 第一是要展现中国对于世界和平的追求和向往 第二是要展现奥运会的理念和精神 更高更快更强和更团结 第三是要展现冬奥会的口号 一起向未来的目标和心情 在这些主题的搭框之下 相信北京冬奥开幕式主题歌曲将同样附有内涵 或许其中还会有更多科技元素的呈现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 两位开幕式的最主要创作人员都提到了高科技三个字 这不禁让小编浮想联片 其实不只是开幕式 高科技三个字早已是彻底贯穿到了整届北京冬奥会的上上下下 如果大家感兴趣 小编可以专门来期节目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冬奥会场的黑科技 以及如何让前来参会的外国运动员们目瞪口呆 我们再来说下这次冬奥会开幕式歌曲该如何呈现 回想起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 张艺谋将地球形状的舞台搬上会场 伴随着舒缓的钢琴伴奏缓缓开唱 那这次的冬奥会是否会请出地球的忠实伙伴月球呢 大家有所不知 这可能是目前整个冬奥会中最核心的机密了 从前去探班的央视记者 到甚至距离只有二三十米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一睹真容 所以明日即将到来的开幕式上 这可能是最令人期待的环节了 去年9月 奥租伟发布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口号推广歌曲 一起向未来 而冬奥官方歌曲 我们北京见 则是在北京冬奥倒计时100天的主题活动节点上发布 一起向未来 歌词朗朗上口 曲风 轻快活泼 在初版MV中由歌手陈伟霆 袁维雅 与中国花样华冰队双人华选手庞青 董健 联媚演绎 其后青年演员 易烊千玺录制的《一起向未来》上线 MV中易烊千玺用观察者的视觉 带领观众走进一个个与冬奥相关的故事里 比如平均年龄 已经过了60岁的1979冰球队 奥运民间收藏家张文泉 一座座准备就绪的冬奥场观等 我们北京剑更像是13年前北京欢迎你的姊妹片 该曲由王平九作词常识里作曲 而王平九正是当年北京欢迎你的总策划 在此前的采访中 王平九表示 在音乐呈现的状态上 如果说北京欢迎你 像胡同里一户人家做好了所有准备 热情的开门迎客 那我们北京剑更加自信从容 符合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时代格局 王平九和常识乐商量 我们北京剑的音乐风格应该是 温暖沉淀 不过分洋溢 描绘经历了种种波折后 人们对于再次相见的渴望 该歌曲的MV有 叶乔波 邓雅平 申雪 庞青 董剑 田亮 刘璇 杨倩 龚立娇 石廷茂 侯斌等55位体育世界冠军 共同愿意向世界发出北京之约 本次的道合会经过了两年多的精心筹备 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也让大家充满好奇 那就是开场前30多分钟的暖场环节 据了解 这个暖场表演竟然是以广大中国群众 喜闻乐见的广场舞形式呈现出来 没有邀请任何的专业演员 完全是普通大众的参与 虽然我们都知道 总导演张艺谋擅长指挥大场面 运用人海战术 但这次没有专业演员的配合 他将如何将毫无经验的老百姓 带上国际化的大舞台呢 据悉参加暖场表演的演员 年龄最小的仅5岁 最大的70多岁 将舞台交给普通人 导演团队希望通过这一特别的设计 展现人们的美好生活 以及对北京冬奥会的热情期盼 如今距离北京冬奥开幕式 还剩将近24小时 时隔14年 中国将会再次 向给全世界怎样的一场 经典开幕盛宴 带给大家惊喜与震撼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